大家好 我是Pupi 今天呢 我要來挑戰就是自己調有顏色的護髮膜的話 染出來會不會接近我想要的顏色 天啊 這個主題也太長了 沒有啦 就是因為我剛才要拍一個吹風機的護色PK實測 那因為我現在頭髮顏色已經就是掉的差不多了 這是我的底色喔 不是說有角色什麼才講 底色就是這個顏色 那總之呢 我就是需要先補個顏色 我才能夠測試它的護色效果怎麼樣啊 對不對 那我想說好吧 既然我都要補顏色了 不如我們就另外再拍一支片 那我今天要用來補色的呢 是這種護色的 不是護色啦 講錯 是這種補色的護髮膜 我是買那個美國品牌Lime Crime的 我之前曾經有請我髮廊設計師幫我 直接用他們這個有顏色的髮膜上色 他們很驚人的事情就是在於說 你看到這裡是什麼顏色 你向上去是什麼顏色 那當然那次我是漂得很乾淨啦 然後呢 我之前有買他們很多顏色的 那個組合包這樣子 所以我就每個顏色都有 但是呢 基於我上次的陰影 就是他看到是什麼顏色上去是什麼顏色 我覺得如果上去是這個 我有點不能接受 所以我就帶了一些 我覺得混合在一起 應該會長得還不錯的顏色 以及我之前買了大罐這個粉紅色 那我就是想要 根據自己對色彩的了解 來挑戰看看這樣子會不會順利喔 這些的話呢 我是直接從美國的網站上面買的 然後因為他從美國寄過來 所以你就有可能會遭受到我這個狀況 就是我這瓶他是完全還沒拆封對不對 他一寄來就是這樣爆掉的狀態 而且這一瓶還好 我有買他同系列的這個補色的洗髮精 那瓶是整個噴汁噴出來 就是有直接 你知道嗎 看得到東西在外面那一種 所以呢 就是 如果你要買的話 你就是可能會有這樣的風險啦 好啦 那走吧 我們去浴室吧 GO 好的 場景來到了我們的浴室 我現在先那個戴上 手術用的手套 因為拆那個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應該還是多少會沾到 然後這種畢竟是染色的東西 就是還是對你的手會有點染色力 所以當然也因為這個樣子喔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你要避開頭皮 你不能夠就是 你知道嗎 你的頭皮那邊也使進入 比方說像我會用這種東西的時機 就是我的頭髮已經褪色了 然後我想換一點顏色的時候 那這種情況下 其實都已經有長一點布丁 有沒有 那就是 你就是想說 我布丁的地方比較上色 我大概從這邊開始上就好 那我因為剛剛呢 有淋到一點雨 然後反正我也要洗頭了 頭滿有的 大家就是不要介意 OK 好 那我先來拆這一罐 很恐怖的好了 就 就是 就是 一直發出我的聲音 喔 而且它 很難拆耶 很強 就是它為何做得如此的堅固 但是又爆漿 雖然我知道 應該是因為運送的時候 我的氣壓的關係 好 你知道我這個時刻啊 這支影片 我要是失敗的 影片不發對不對 可是我為了拍那個複色 我終究是 要頂著 這個 這個髮色幾天 所以要是真的失敗的話 我就 然後這個很難撕啦 是怎樣啊 然後 欸我可不是一個弱女子的耶 拜託我是怎樣 喔好了好了 終於打開了 吃了多難看 然後我把它擠出來喔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它擠出來什麼顏色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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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了嗎 有沒有看到了嗎 就很粉啊 那這一瓶我是還沒用過 所以我不知道它就是實際上 用起來到底會不會那麼粉 對 然後我帶那麼多包來 是我頭髮很長 比較多 那個小包的一定不用用 你看 你看 超粉的 好噁心喔 呵呵呵 這邊都好噁心喔 OK 然後我們來調配一些其他顏色 這個當基地 不夠的話再加 好像回到以前美術系上課的時候呢 我來看這個是有多深 因為這個包裝上真的看起來很深對不對 我來擠擠看 嗚呼 嗚 嗚 好黑喔 但是上去這個顏色我真的是 我接下來都不用挑頭髮 沒有啦沒有啦 其實我底色已經那麼淺了是還好 只是就 很黑耶 你們看 差好多 我努力把它擠出來 不要浪費 再來我想擠這個顏色 就是一個我想要讓這些顏色之間呢 蹦出新滋味 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吧 反正就是失敗就我自己承擔啊 自己剷腮啊 不然怎麼辦 喔喔喔喔喔這個顏色擠起來 感覺 會是很棒的眼影的顏色 大家有看到嗎 然後現在碗裡面非常噁心 sorry 洗一下 讓我把自己的客家精神擠出來 那因為呢 這些比較冷掉的紅色 我不能夠 確認說 它實際拆起來 它會比較偏紅 還是會稍微有點偏紫 那因為我們的頭髮啊 它的底色 就算你漂過的時候 它底色其實還是會偏黃 所以不管是 你想像中的什麼顏色喔 你都要再去加上 一些紫色 就是你原本想像的這個顏色 你要再加一點紫色 它才會是 在色彩原理上 會變成比較接近你想像的顏色 因為紫色是黃色的 不如無色 大概是這樣吧 如果想要看那個色彩學的話 有空我可以再跟大家聊 所以呢 我就也帶了紫色來 但是我是在思考說 不紫色啦 藍色來 我帶了藍色來 因為它這裡面本來就紅了 紅加藍就會變成紫色 但是呢 我現在是在思考說 我要加這個 粉藍還是灰藍色 因為我確定它灰藍的深淺是到哪裡 好 基於剛剛那個深色的很深 深色的色料呢 雖然透明度比較高 但是呢 它的 反正是 我用比較淺的啊 我想顏色太深 好不好 這個顏色極端好可愛喔 它 它外表是粉藍色 可是你看它實際上很紫 有沒有 這是我跟你們說的 就是你想它們中什麼顏色 然後你要再加一點紫色 你看它外觀是這個粉藍色 就是它預期它染出來是這個粉藍色 但是因為你知道如果黃色加藍色 單純黃色加藍色 它會變綠色的喔 所以呢 它這個藍它就有一點PSC 你看 證明了我的理論是對的 沒有啊 不是我的理論是 實際上的色彩理論是對的 就是我知道這一款 現在看起來蠻噁心的 但是呢我現在就是想要把它 混合一下 先感覺一下它的 顏色色調跟深淺 大概在什麼程度 那 因為我不想要再耗費一些 不環保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用手去拉 OK 我覺得拉過之後很紅耶 因為我跟你說 我個人啊 就是有一些顏色 我是真的 比較不喜歡 就比方說 比較那種葡萄酒紅色調的 或者是說 就是染起來很綠的 我就比較不喜歡 那這個就蠻葡萄酒紅的 好我等一下再加一包那個 灰藍色 然後再加一些粉紅色 好的它現在變得 比較偏紫 但是呢 顏色有稍微淺一點點 雖然我老妹妹應該覺得說 蛤 淺在哪裡 但它應該有稍微變淺一點點 那決定了 我們今天就用它來測試吧 好 剛剛洗好頭了 那就是 在上色之前呢 建議最好要把頭髮盡量擰乾 稍微擦乾一點點 這樣也會好上色 那其實你平常在使用護髮的時候 也是 要稍微 弄乾一點啦 對 只是說 尤其在使用這類產品的時候 你頭髮上水會不會過多 但我現在也是沒時間先去把它吹乾 再來上色 我也不希望它顏色真的很重 所以說呢 就先稍微把它吸乾就好了 那現在要開始上色了 我吸到就是 顏色不會太難看 因為萬一它身上就是這樣 我也是覺得 有點激烈 好 你看 質量好像在夠 OK 它好像挑太大彎咧 哈哈哈哈 一上去發現 已經很 很 很大一坨咧 其實平常在髮廊的話 它們還是會用那種 梳子去上色 只是我覺得 如果你在家裡 自己要染的話 你要用梳子去上色 難度才太高 我覺得 我等一下洗地板就不會洗 啊 我們地板是白色 你知道 像我在用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 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 畢竟你已經花時間 幫它上色了嘛 你就會想說 嗯 希望它可以達成 你想要的顏色 但是呢 通常不是顏色太重 就是太淺 這邊好像 這裡好像 都沒上到 等一下會想 好喔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 還蠻均勻的 那就這樣囉 我就是放著 讓它 發揮效果一下 我來洗一下地板牆壁 不然真的是 喔 很崩潰 OK 好 那現在就是稍微等了一陣子 我要去沖水囉 OK 那就我們盯一下氣增長 好不好 就這樣 好的 現在要來揭曉髮色了 其實我覺得 它的上色力 我是蠻驚訝的 總之呢 好不好 如果我自己在家可以燃到這程度 我覺得蠻厲害的 欸咻 你看整個是紫紅色的耶 我剛剛講九紅色 我不喜歡 然後我覺得一定有人在想說 你現在這個顏色跟九紅色有差嗎 沒有 九紅色是九紅色 紫紅色是紫紅色 紫紅色是紅色 然後帶的藍比較多 九紅色是 紅色帶一點點藍 但是它帶的黑比較多 所以不一樣 那我是希望它吹乾之後是好看的啦 因為 我是覺得它現在這樣 有一點點重 有沒有 稍微有點重 但是不知道吹乾怎麼樣 就來試看囉 好的 我現在頭髮吹乾了 那 因為我兩邊是用不同吹風機吹 然後 我在做實測 所以說我兩邊的顏色其實是有點不一樣 這邊是用沒有護色吹風機吹 這邊是有護色 所以我覺得 髮尾的差異還蠻明顯的 那上面的話呢 因為我自己 我很怕 沾到頭皮 所以說我覺得有一些地方 我上色是沒有那麼均勻 所以我自己在做那個試色實測的時候呢 我並沒有把上半段 列入考量 我並沒有把它算進去 我主要是看八尾的地方 但說實在話的 如果說椅在家裡 然後還蠻快 就可以補色 補特殊色的話呢 我是覺得 那個Line Prime的染劑是還蠻厲害的 而且它就像我跟你們講的一樣 你看到是什麼顏色 它上去大概就是什麼顏色 因為我自己有買過一些其他的 這種補色的東西 大部分呢 你看到是那個顏色 上去都不是那個顏色 有很多是洗掉就沒有了 或者是說 有一些它包裝上 可能是一些比較淺 比較漂亮的顏色 但你實際上上去之後呢 是那種 深棕色 然後它可能只帶一點點紅 帶一點點綠而已 我覺得那也不是 我們這種漂頭髮的人 會想要的顏色 整體而言 我是覺得就還算成功啦 那只是說 下次可能會稍微注意一下 嗯 在這邊上色的時候 可能要再多搓幾下 它會比較均勻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擠了一些顏色 我會覺得嗯 有一些真的是 可以買大罐的來用 但有一些就會覺得 嗯 真的是可以不用 欸你知道我家裡 還有一些 螢光綠啊 然後 螢光黃啊 之類的顏色 有人想要嗎 如果想要的話 不然我們這一支影片 來抽獎好了 如果你想要的話 你想要什麼顏色 你跟我許願一下 因為我不確定我什麼顏色 那如果你想要的話呢 我就送你小包那個 雖然只有一小包 但如果你想要試試看 也是不錯嘛 對不對 好那我就是在看情況抽出來 如果說呢 你有什麼其他想要看的主題 也歡迎留言給我 或者是說 今天這支影片裡面 有什麼讓你覺得很精彩 或是說 你覺得很棒 或是你很想嘗試看看的事情 你可以告訴我 或是欸 你平常染頭髮的時候 你最喜歡什麼色調 你可以告訴我 我個人呢 其實還是最喜歡金髮 跟 很淺的粉紅色 然後我上次染了一個 可可色我也很喜歡 對 那這個顏色OK啦 只是我平常不會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它 記載完 然後說我不會非常喜歡它 就 不喜歡 沒有特別喜歡 也沒有特別討厭 應該這樣說 好啦那就是 今天影片大概就這樣啦 那如果有其他 頭髮方面的影片 我之前也拍過蠻多 你可以去看看喔 還有就是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就這樣子囉 掰掰 好的 我知道現在這一碗 看起來蠻噁心的 而且我臉 在邊邊一直變緊 可是我臉上頭髮 不知道